全台職场霸凌事件是连环报 而日前在彰化有一名张姓侦查所 被发现她在租屋处寻短生黄 而彰化警局当时表示 并没有職场霸凌的问题 不过张姓侦查所的遗霜 昨天是发出了陈情信指出 她在丈夫的手机里面发现了遗言 里面是明确指出说 三名同仁对她丈夫職场霸凌 才会逼她走上绝路 死者遗霜表示无法接受 并且陈情信件里面也指控说 她家庭和睦 而且父母亲退休健在 宝贝儿子也才六岁多 如果不是遭遇到了警局长官 以及同事的言语职场霸凌 她的丈夫怎么可能会选择抛弃西角 如果不是长期内心承受极大的压力 恐惧还有冤枉 怎么可能在遗书上指明道姓 怒轰彰化现警局官官相护 把寻短责任归咎逝者自身的抗压问题 而遗霜今天也发声表示 说儿子看到爸爸当警察 原本觉得非常的骄傲 还说以后一定要跟爸爸一样来从警 但是她觉得现在不知道应该要怎么样跟孩子开口来解释 因为她的爸爸因为这份工作丢掉了性命 到底有什么冤屈可以让一个侦察者会说自己不是诈骗集团 这句话有很多很沉重的字眼 你要一个侦察者说出这句话是要说出 要多心痛啊 我们家属要怎么办 我只是想要一个真相 告诉我什么原因 会让我先生走上去条路 会说他不是大骗集团 会诅咒别人 诅咒全家 这句话也太不合乎逻辑了吧 没有人跟我解释 这不是霸凌这是什么 完全没有够一个交代啊 他们公关相护啊 有啊今天把他还哭耶 他说我的爸爸去哪里了 为什么我没有爸爸 我请问你我要怎么跟我儿子解释说 他为什么没有爸爸 他以他爸爸为骄傲 以他这份警察工作为骄傲 他还跟我讲说以后他也要跟爸爸一样当警察 我要怎么跟他解释 他因为这份工作失去了性命 而针对张信侦察组遗双的指控 彰化警局今天也有做出回应 本局今年未曾接过投诉或管印 刑警大队有霸凌或管教不当等侵势 那本案已在25日报警 台湾三号地方检察署调查 我们将直系配合检察官 厘清详细言语 另外本局在今天邀请 相关专家学者召开 机关安全与卫生防护小组 审查本案有无霸凌情势 接着呢带大家来关心到的是 劳动部霸凌案先前是越滚越大 前部长何佩山是引咎请辞之后 由民进党地委洪生汉来接任 而我们ETtoday新闻云就接获爆料 说这个新任部长他周六周日周末竟然都在开会 对比劳动部平时抓公司行号违规 尤为讽刺 而针对爆料劳动部目前尚未回应 有读者向我们ETtoday新闻云爆料指出 劳动部每天抓所有公司的HR不能连上7天 自己新任上线直接6日都在开会 同时他也贴出劳动部各单位重要业务报告的时程表 从上面可以看到时间是定在周末 主持人为部长洪生汉 列席长官为次长陈明媛 出席人员有各单位首长以及两名人员 而综合规划司也要列席 读者还提到 我朋友的朋友在那边上班 整个单位被威胁 不准讲周六周日要上班 而针对爆料 劳动部目前尚未作出回应 前劳动部发展署北分署署长谢一荣因为涉嫌霸凌 27日是传出遭到限制出境 对此谢一荣随后就透过律师发声明表示 强调自己绝对会完全遵守处分的要求 并且配合后续的相关调查 新北地检署已检报分案将谢一荣列为他自案被告 全案朝独职等罪嫌侦办 新北地检署22日以独职罪为由 向移民署海巡署以及各机场出口关口 以及港口安检所还有各海防哨所 发出了重大案件防治出境专刊 对谢一荣实施管禁 禁管八个月 对此谢一荣透过律师代转声明表示 绝对完全会遵守处分的要求 并且配合后续的相关调查 另外那您看到的是 劳动部的前部长许明春被控在2022年 用这个就业安定基金365万来举办演唱会 结果自己却唱了半个小时涉嫌是贪污的案件 经过明代的告发之后 台北地检署已经在26日分他自案进行侦办 而至于谢一荣被控挪用资金来购买伴手礼的部分 也将会在厘清管辖权之后来一并调查 许明春被爆料在劳发署2022年 用举办的性别工作平等法20周年演唱音乐会 登场唱了超过半小时 秦桐是用公堂来办个人的演唱会 台北市议员钟小平25日到北检来告发许明春 涉嫌贪污 而谢一荣另外涉及挪用北分署183万余元 来采购礼品赠送亲友 北检因此分案展开调查 许明春与谢一荣都是他自案贪污被告 其中谢一荣被控犯罪行为 在新北市新庄区的北分署 是否有管辖问题还有待协调厘清 接着大家关心到的是同样卷入贪污案的 高雄市议员黄少廷 高雄地检署今天贞结起诉 而黄少廷他是利用人头助理 以及低薪高报的方式 从2014年到今年一共榨取了1455万元 而共犯是包括他的妻子还有12名助理 而黄少廷他目前已经认罪 以及缴回全部的犯罪所得 黄少廷在检调搜索的前一刻搭机前往厦门 并且一度省影30小时 直到4天之后才录影片自清 强调自己绝对没有畏罪潜逃 黄少廷在29号下午2点 是搭机抵达高雄小港机场 随即遭到搜索查扣相关证据 并且执行具体 高雄地检署漏页征讯之后 已有逃亡串供之余 向法院申请禁件 高雄地院裁定黄少廷积押禁件 黄少廷目前停职中 而黄少廷对于检方指控的犯刑全部坦诚 并且缴回犯罪所得1455万 检察官今天癥结 依贪污罪嫌 利用职务榨取财务罪 将黄少廷夫妻和12名助理起诉 由于黄少廷认罪 而且缴回全部的犯罪所得 检察官认为他犯后态度良好 向法院见请 从请谅请